Hello 大家好 我是水大 本期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内容 使用大佬的顶级账号 来带领伙伴们浏览目前最高难度的副本 以及我们这种普通玩家遥不可及的 战争回响 四星难度 这是我去向紫燕老板借来的顶级账号 我不太方便透露这个号究竟花了多少钱 但是老板有跟我说 这是他近期花费最少的游戏 看来目前星球重启能够课间的内容 对于大佬们来说还是太少了 有种根本还没开始花钱的感觉 那么今天就由小弟我来操控这个重金打造的角色 来为大家导览一下这个所谓最高难度的副本吧 前面小怪的部分都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们直接加快进度来到第一只王的面前 这是第一只王 扳手 见面就直接对他疯狂输出 输出到一定程度 扳手会跪地进入无敌的状态 并且会召唤一个机枪塔 必须要先将机枪塔解决掉之后 才可以攻击王 接着王又会再度召唤一群士兵 也是一样必须要解决掉士兵才可以攻击王 注意哦 击败士兵会在原地创造出一个防护罩 这个防护罩是有功能的 我们晚点说 接着持续对王激火输出 其实这边我一直没有打好 我还没有习惯老板的强大机体 拿着狂暴 就是要直接站在王的面前瞄准头部攻击 在王残邪的时候会发动地图炮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躲回前面我们所讲的防护罩里面 没有进来的就是直接被秒杀 所以我们的康乐鼓掌倒了 但没关系 伸手拉他一把就没事了 这时候王就开始了老套路 召唤机枪塔 相信聪明的伙伴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击倒了扳手后我们继续前进 一路上的小怪车过去就行了 不用想太多 再来是第二只王 宝磊 是个非常难缠的大坏蛋 可以看到我在输出上没有发挥的很好 数字都是飘红色的 很少黄色的数字 表示我很少打到弱点 浪费了非常多的输出时间 这是王的第一个机制 召唤副官 这个副官必须要优先解决 因为他会去中间启动 激化装置 那是一个打全场伤害的地图炮 但是这一波就有点bug 因为这个副官根本就还没走过去 地图炮就启动了 被地图炮打中 即使是克长的机体也是瞬间大残 当王进入无敌状态的时候 这时候他会快速累积怒气值 捡起附近地板的冰封核心 就可以提前破除他的无敌 还能够暂时停止王的怒气值累积 王还会召唤无人机来封锁玩家的技能 可以选择避开无人机 或者是尽早解决无人机 这边就是画面太乱了 我根本没注意到他又无敌了 眼花的我找不到冰封核心 所以赶紧原地先丢个补包 稳一下血量 此时队友捡起了冰封核心 破了王的无敌 我也补满了状态 但是王还是打出了他的大招 再度让我大残 还倒地了一名队友 所以冰封核心其实没有办法减少王的怒气值 只能够暂时的中断 必须要有队友去专门负责丢冰封核心 才不会让王轻易的打出大招 队友可以多携带一些补包或者是补杖 来提高队伍的容错率 这边副关放倒的速度太慢了 又让他启动了地图炮 但是还好有补杖稳住了队伍的状态 那这边比较可惜的就是 我一直没有把输出打好打满 导致推王的速度很慢 老板的金色晶片选用的都是弱点加成攻击的 也就是说要集中弱点打才能够真正发挥这个机体的效益 那这时候王又无敌了 冰封核心其实有图标显示 但眼残的我总是没有看到 还好队友有捡到 最后也是顺利推平的堡垒 所以打堡垒有几个要点要注意 第一副关要优先解决 第二要有人负责去捡冰封核心 来去破王的无敌 第三无人机会封锁技能 要么避开无人机 或者是优先解决无人机 第四 补包补杖不用省 该插就插 我们接着继续前进 这边会碰上雷射防御机制 如果你带的是狂暴 可以直接丢技能冲刺过去 库盾刚好能够抵抗 如果没有的话 该跳就跳 该蹲就蹲 这个雷射很痛 不能硬着头皮冲 直接通过就好 不必理会天花板的炮塔 接着就是最终的boss 机械颜希 他的弱点在头部 集中往他的头上打就对了 队友被飞弹锁定的时候 可以打王备上的飞弹来中断攻击 王会召唤小怪 当我们作为火力最大的机体 必须持续的对王进攻 王被破盾后会在中间召唤一颗球 必须集中火力迅速把球打爆 甚至要留技能来破这颗球会比较保险 球破了之后继续猛K王的头部 王进入无敌之后要集火上方的三根吻压器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打掉 有技能就放技能 绝对不神 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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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又是对他的头部一顿猛K 后续就是老套路了 召唤怪物 中央召唤一颗球 三根吻压器 这个循环总共是三次 第三次之后 王会进入狂暴状态 我们这边直接快转到第三次的循环结束 王已经准备要进入狂暴状态了 这就是最后的机会 这个时候一旦没有把王推平 那便是我们全部躺平 所以我决定变身 拿出我那贵重的双刀 对他头部一阵猛K 就在他即将狂暴的那一刻 他的头已经被我打破了 这只王的难度虽然更高 但是流程比起上一只王来说 比较简单易懂些 看完了军事基地的副本 再来我们看看四星的战争回响吧 忘记补状态了 放个补包先 吃个增加弱点伤害的料理 这只王的机制其实还挺单调的 但是伤害非常的高 就连这样顶刻的机体 都会有点扛不住 所以武器必须要拿狂暴 我们才可以一直利用技能的护盾 来多扛一些伤害 哎呀不小心被晕倒 该躲的范围技还是要躲一下 王的弱点在头部 所以跟前面的王一样 都是锁定他的头部攻击 护盾打过半的时候 王会开启减伤模式 这段期间他会疯狂的召唤怪物 而且受到的伤害会大量减少 但我们要抢时间 所以即使他会减伤 还是得持续输出不停 不断的在王的周围起跳 用技能连王带周围的小怪一起打 在王的减伤快结束的时候 直接变身 开始一阵猛砍 将你的准心瞄准在王的身上 那因为这是近战的范围攻击 在砍王的同时 周遭的小怪也会被砍到 机甲结束的时候 就回到像开场的打法一样 持续一边走位一边对王输出 准备进入下一个循环 王再度开启减伤模式 周遭的小怪会围上来 注意走位 不停的技能上盾 同时对王的攻击不中断 不小心倒地了 没关系 老板跟我说过 复活不用省 所以我立刻利用金钱的力量 原地复活 王的下一次减伤状态快要结束的时候 就是准备变身开坎的时候 但这边我有点眼花了 我以为减伤快结束了 所以提前变身 这变身结束得有点早 少打了非常多的输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後是有鏡無險推平的王 以上就是目前難度最高的副本 以及四星戰爭迴響的通關為攻略 很可惜我的技術不足以將老闆機體的強大完美發揮出來 但至少我可以帶領夥伴們導覽這些沒有見識過的關卡流程 我相信在看完這些流程後 即使你不是大課長 只要你有技術有團隊默契 一定可以找到能夠低配通關的方法 最後我快速的帶過老闆號目前的機體配置給夥伴們參考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水大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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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 meh pá Ted meh pá 椰 meh pá Ted meh pá Ted meh pá � Oh come and get it Oh come and get it All I need All I need All I need Let's that Oh come and get it If you wanna lose your mind Come and get it one more time Ooooh If you wanna lose your mind Oh come and get it one more time If you wanna lose your mind Come and get it one more time If you wanna lose your mind Come and get it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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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and get it